大家好 聚焰堂的時間又回來了 Amanda 今天的嘉賓很精彩 今天你跟朋友 Amanda很有心思擺設定 我們跟我說設定 又有花,又有酒 又有美 情人節就到了 所以嘉賓來的原因 我們現在出街的時間是情人節 當然要浪漫一下 又有酒 當然 一般的情侶 已經是情侶的話 當然可以不用怎麼看 原因是什麼呢? 今天這個嘉賓是愛情專家 專門可以幫助不同的朋友 你覺得 還要找另一半 可以聽一下 嘉進的這句話 謝謝 當然想嘉進 大家先介紹一下你自己 好 不要說專家 不要說專家 不過做一些教育 在不同的機構 有些在新心靈平台 有些比較商業的 就在一些商業公司 做約定教育 2008年開始做了 但當時只是教男生 對 對 其實我覺得男生的問題較嚴重 沒有問題 謝謝 我今天是跟女生說話 OK 問題主要在男士 所以我開始要說 哪些人對哪些人不對 還有精清楚楚知道 在愛情裡面其中一件事 會不會他們要清楚自己做什麼 否則出現了很多問題 就要找你了 了解自己 還有最大的問題 為何覺得男生的問題 男生經常都提供了 他以為對方的需要 但其實往往都不是 甚至乎可能是 你提供了會更加差 會不會是所謂的觀音兵所做的事 對 對 有經驗 第一個大問題 在腦袋裡有一個大問題 會彈出來 意思是經常說緣分天注定 所以就作為一個愛情專家 就是教練 就是愛情教練 2008年已經發掘了男士很大的問題 是否因為現在的社會 跟以前的很大的轉變 令到人真的從學過不行 你說得對 因為我 以前很順其自然 我覺得最主要是男士的溝通能力 很大的問題 就是溝通能力 這麼有趣 嘩 開始點是男士溝通的問題 因為你們明明 平時很多時的媒體 都會說說女士有問題 所以我聽到阿哥俊這樣說 我覺得自己或是女士朋友 平反了很多 平反了很多 覺得很安慰 剛才蕭公子說 以前是順其自然的 其實為何多了古靈精鬼 會不會這樣說是因為 時代進步在城市裡 要生活或者變成一個人 其實他們已經是跳出了 即是凡顯下一代 那麼基本的需要 就變成了很多古靈精怪 要處理而太快 所以令到一些男士等等 他真的未好了解到 怎樣去跟瘋性 我這樣說 好科學 科學法來講是瘋性 動物如何相處 因為去到日本 其實已經去到變態 我用變態這個字 就是那些已經不需要女朋友 現在很興奮 他們是單身快樂 除了快樂 他們覺得不需要這個 因為他有什麼 有VR 對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 是VR 不用擔心 這個不用擔心 還有我看到前陣子 有一個新科技 她有一個無異的女朋友 是怎樣 很小的 只是這麼高的 她就投射了一個影像 但那個女朋友很可怕 有什麼早上起床 會跟你說話 然後她會聊天 有互動的 最低限的 她會外出發WhatsApp 給你聊天 OK 即是是WhatsApp 對 她回來的時候 繼續虛寒紋亂 然後臨時她換上睡衣 完全是一個很溫柔的女朋友 不過是無耳版 她不需要真人接觸 即是先進版的男版 先進版 但男版你可以摸 她不可以摸 她是一個電子 即是數碼化的 可以的 即是數碼化 但問題是 你要明白 這樣很可怕 日本的政府 開始怕他們會 會絕種 很明顯 比較清晰 人類滅絕計畫 但日本特別明顯 男士會比較多 當然 我問一下 其實香港的男士 不是開始 趨勢是有東西 所認知 我覺得趨勢是 主要是 我剛才說的溝通行李 因為我以前 即是我70後 我那個年代是 即是沒有網絡 甚麼都沒有 那時候是 我那時候是 真是玩耍的 甚麼是玩耍呢 真是打電話 即不是173那些 多謝你 提醒一些年輕人 類似那些字頭 打電話是 叮噹 然後我就自個介紹 那些男生自個介紹 女生自個介紹 然後他們就這樣 配合 即是 現在我跟很多人說 年輕人都不知道 甚麼來的 即是那些真的 我都不知道 真是玩耍 那我又 可以的嗎 可以的嗎 會相信的嗎 有啊 真的這樣認識人的 但要付錢的 但當時我就找些 免費 試玩的 質素會不會有不同 免費的那些 不關事的 不關事 他走了 可能三十分鐘免費 然後就 每六秒六號 即是 這個是Line的版 可能大家現在容易明白 可能Speed dating 那些可能是 坐下幾分鐘 說完之後 那些 即是類似那些 即是類似那些 容易了解多一點 但這個是電話版 即是 好像近時小時候拍拖 我那個年代 藝興 蓋著一張皮 即是父母又不喜歡 這張皮 就是煲電話粥 煲便宜五六個小時 即是現在 煲電話粥這個詞 已經沒有了 即是 你等我講一下 我想更新 讓家庭朋友 先了解 首先 阿嘉俊擁有過百個女朋友 以及同一時間 最高紀錄是十三個女朋友 一起的 所以他說的話 是可以 大家會更多 很有代表性 可以繼續 但不要搞錯重點 重點是 經驗上會比一般更多 因為 我已經改齊貴正了 重點是改齊貴正 這是筍盤 已經玩夠了 首先是幾分 太太已經十分安穩 因為那個年代已經動搖 已經過了 我什麼都試過 因為真的 近段時間有些研究講 結過分的 或者離過分的男士 會比這個小鮮肉更加 受歡迎的 我過的研究講 原因是因為 試過了 是更加穩定一點 所以試過了 當然不是這個重點 我更新一下 男士的溝通有問題 因為演化出來 可能大家都聽過 演化 紅盛的動物 以前在動月外面 狩獵 牠們很少說話 看臨上的東西 會比較多 盡量不說話 怕嚇唬一些動物 所以牠怎樣 不可以出來 男士的溝通有問題 再加上現在 其實現代 沒有什麼溝通 都是WhatsApp 人對人面對面 很少 其實這方面 弱了很多 所以我一開始 先教男士 大約13年左右 我推出了一本書 那時候就教男士 怎樣接觸女士 然後就 開始醒覺 我開始醒覺 然後 去了一些零修 等課程 我知道你有些心理 例如催眠 或者是NLP 那類的心理學 的部分 再鑽研當時 然後出完本書 有不同的機構 接觸 例如Matchering公司 Matchering公司 接觸 不是叫我教男士 叫我教女士 雙方的 市場 但你發問問題 是男生的 是的 但市場的需求 不是說需求 因為女人願意去學習 她覺得有需要學習 女生在那個性格上 可能比較不安 會願意學習 所以上課是女生 即使你出去 很多坊間 很多不同的課程 不要說愛情 其實女學生 都是男學生 是的 是的 而且女生 很捨得 例如我不買手袋 拿幾千元去報課程 可能有一生的幸福 但男生會怎樣 打遊戲 我寧願給幾千元買手袋 做個兵 即是男生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我以為你說什麼時候買個Mary 買個手袋 覺得就有效了 然後送給女生 這樣可能更重 是很工具思維 所以不是儲得那些女生 是公主病 或者是物質行先 我遇到一些女生 她不瞭解自己要什麼 她以為男士 可能送東西給她 或者給她一些東西 那叫做喜歡 其實一度回到 惡性循環 雙負雙城 有些女生 也剛出來成長 成長 成長期 全部這些 變相對 就以為這樣叫愛 但是父母相對地 跟以前的溝通少了 有些女生 但可能比較少 那些關係很接近 其實她看不到 任務模特兒 什麼叫愛 或者什麼叫真正長遠的關係 即是沒有見過 人家真的怎樣拍拖 沒有 因為中學生 其實我們那年代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我們是要 作文是要中學生 不應談戀愛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 還是作文 但實際是有人 還是交交課 對 有人做的 你讀書也應該要拍拖 有 我覺得核心的問題 是教育問題 不是 因為之前有些訪問 探討 擺了我的位置 做這些教育 是因為有所謂的成侶 所以有這些教育 衍生了這門生意 但其實 其實是背後的核心 是教育 我們應該去想想 為何會有那些 屬服的成侶 而不是想想為何會有那些教育 剛才我提到家庭關係 因為她的世界主要是父母 教育問題 對 她沒有家教 變成要等 市面上的價值觀 去調教電視 不然韓劇 怎會有那麼多女生 去播 坦白說 但是很錯誤的 對 但是她是得到愛 得到幻想 男士可以這樣 又做一些 那些白馬王子 驚天動地 還有很有錢 又會追求你 對 很均烈 我小時候你都覺得瓊搖 那些沒有物質 相對故事 可能是說人 文藝 或者說人的價值觀 但其實現在不好意思 在這個消費社會 全部都要你消費 對 因為很多東西變成商品 一賣一賣 全部都是交易 所以他們老套一點 把愛 很多人都變成交易 我這樣 關係變成交易 對 我怎樣去買多些東西 送給她 那我就可以 購買 沒事的 很簡單 你放上Facebook 她送一個 什麼什麼戒指給我 她送一個跑車給我 你可以宣揚一下 她手製了一個心給我 她跟我做了些什麼 不能夠炎耀 其實相對於某一些的女生 可能見到朋友是這樣 變成相對就會令到他們覺得 嘩 我都很想要這些 尤其是可能她年輕上來 她又拍拖經驗不少 她的定力未必很夠 她可能用這些行律是容易 但需要教育 她真的回去問 究竟什麼問題 每一個人的問題會不同 有些可能是戀父 感覺 有些可能是小時候 有不同類型 令到她可能性格上 現在成長了 是完全不同的 專家說問題在男士那裡 男士的問題很重 我覺得兩邊 女士也有問題 女士也有問題 專家慢慢分析 男士的問題比較重 但奈何呢 其實我很開心 我聽到她這樣說 但我嘗試兩邊 兩邊都可以處理 因為男和女相對都會多 而且她是男生 很正常 我是女生 我都遇到我那幫女士 其實我也覺得她們有些問題 都有 那問題是 應該這樣說 又分遠一點 再闊一點 人類來說 其實兩樣都有 因為剛才所說的問題 兩邊都會有 但男士我也想聽多些 因為我還是比較接觸女生 好的 我現在就比較接觸女生 因為我只是教女生 好嗎 教男生 原來是這樣 因為自從 有些測試公司 因為測試公司 現在面對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一個洞 基本上大概是七三 七成的女士 三成是男士 需求是這樣的 對 所以現在就一起教女生為主 而且我覺得女生會比較容易教 市場比較容易教 比較容易教 比較容易教 他們先追著你們問問 兩人都很不同 男士很獨自 是嗎 小公子 是嗎 對 因為女士 她們好像容易明白了一些事後 她們就會去做 女士溝通本身那個 大腦的結構是會強一點的 對 能力強一點 男士想要聽到 毒男的詞比毒女 情緒 情緒智商 女士會比較高 她的感情波動也會比較大 而且男士 我不用說 身體來說 男士要滿足一段感情 可能是生理上的需要多一點 但女士是情感上的需要 可能會多一點 所以溝通或者相處女士的滿足度 要高一點 我不用這樣認為 對 是,是,沒錯 對 你是為什麼 dzien 我問問第一,專家如何如何解話 男士覺得這個情商比較低 你們明白 對 EQ比較低 這個是大家知道 尤其是在感情的 film 即是在.生物 反显當中的需要 大家會不同 對 對 每次男士 這點最大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教女生 他們經常跟我揮手的問題就是 很不公平 因為男士的選擇 現在很寬的 例如一個40歲的男士 他可以20幾、30幾、40 都可以的 17、37都可以 永遠22最好 其實都是那個範疇 都是那個範疇 有些不公平的現象 因為我現在教的女士 通常都是30歲以上的 我要去面對市場現實 是不是真的是三高女士 大部分都是 高是甚麼呢?高生日、高年紀 高學歷 即是三高 對 出現了明白 所以多了很多子弟戀和小鮮肉 其實可以接受到 可以接受 很多藝人都多 問題是很多人不接受 沒辦法不接受 很多女士接受 我都問了很多朋友 接受程度已經高過高矮的問題 以前是覺得 年紀大不行 但太年輕不行 但現在很多藝人 他們感情的距離已經很大 你想想黃飛鴻和楊凡相差多遠 但其實有些男士思想程度 假設 如果成熟的話 其實是可以的 但因為以前的概念是這樣 因為假設同一年多的女士 是發育程度 或者思想和正常一些 變成了 會覺得社會低能 但某程度上 某部份的男士 其實是真的很聰明的 是能追過的 有些女士也不太聰明 可能是 變成就不合適 變成大圍社會的圈驗 或者是一些藝人 娛樂界部分的先驅 令大家更容易接受 這個已經是 他不接受不行 另一個事實就是 你明白嗎 聰明的女士會扮蠢 是 傳眾 專家很明白 所以現在要多教女士 起碼是接受的 肯聽 肯聽 肯踏出第一步 肯報名 肯去上課 即是你的男士客戶 就不多 其實都 三、七 其實男士 現在有些中心的中心 可能就說 不如 其實也有些男士說想報名 大害羞 就不如 叫我再開一些男生班 但我現在 現在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因為還是 我贊成的 原因是幫助女士 謀後福 OK 因為教育 對 因為女生會用不同的方法 嘗試去處理 當然是對還是不對 這就是你會遇到個案 但事實上是 因為女生會嘗試做得好一點 男生可能比較慢 比較慢一點 因為她是要享受的 嗯 我要教會另一個 去令她舒服 我不肯定 因為其實坦白 之前有說過婚姻的主題 其實相符相符 你去到婚姻那一步 已經很後期了 但在前期的部分 女士有很多幻想 可能都可以脫腳 對 很多幻想 但男士可能就是 怎樣 你想怎樣 不太多 我也認識很多男士 是正常的男士 只有兩三個 她是很懂得怎樣去哄女生 但那些是極品到爆炸 而且很多男士很討厭她 你搞得這麼大 OK 是不是因為妒忌 又不是 因為她把標準拉高了 OK 我當時有些朋友去求婚 做壞事 搞到大壇也算了 但她夾正還要千禧年 嗯 嗯 老友 你這樣對你女朋友 一千年才過一次 我怎樣玩啊 我們這些 就是 憑背壓力都有 但有些是很有心 但真的不多 但所有女士都期望是 那隻男士對她 嗯 所以才出現了問題 所以我很贊成是教一下男士 都要的 我也有這樣的計劃了 看看怎樣再改 因為我有時 其實現在我發現 接觸的案件 未必是真的單位多 嗯 雙人會有很多 即是要賽後檢討 因為她們 其實我覺得 發生了問題 但你現在是婚姻輔導 你要明聽的關係 其實更難 對 更難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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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以前 我2008年開始教 我覺得自己也挺膚淺 因為純粹教技術 教一些困難的東西 那就教一些男士 直接 沒有問題 是啊 但你們可以先回答 但是我覺得反而是 因為我試過有一個經驗 反而我覺得好像害了一個人 那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男學生 算是第一、二個學生 通常都是 那時候她是 好像二十九歲左右 未拍過拖 然後來上課 做一些訓練 之後去 有女朋友 拍了拖 我是幫到她這一步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她被分手 被那個女生 然後她就要毀滅 因為她很難得擁有 二十九年未擁有一個女朋友 她要毀滅自己 毀滅人家 毀滅人家 即是她要用暴力 沒有力去解決 然後跟我說 怎樣計劃呢 可能我前一晚要躲在女朋友的家 然後 然後她回來 不知道怎樣 她轉為第一個 對 暴力 那時候我就覺得 原來我會走課模 會的 會的 你的責任是很大的 你知不知道 原來我不是在幫人 我反而是害了她 你幫她潛了一陣 對 然後到開始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不行了 然後到 接觸了其他課程 我就覺得 應該 因為我相信有因果 我相信有報應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害了很多人 所以你就會更加專科 然後我就全部轉了 我就已經 基本上不教技巧 例如我的課程 十五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是教心態 最後三個小時 才教技巧 但我知道坊間現在 其實還有很多 所謂教那些宅男 獨男 技巧容易 快靚正 全中 但你的關係 還是快靚正 對 沒錯 對 因為你要 要維持一段關係長 當然大家 應該是以結婚 作為一個目標 但是結婚 你還要繼續走下去 我先不要說到後面 你先說到結婚 如果你還未結婚的部分 你要由拍左 即是騙你一轉很快 那段時間 你怎樣去處理 牽涉你兩個人 當然有相對的挑戰 因為他會見到一些真實情況 對 然後牽涉到兩邊的價值觀 不是再夢幻 對 他睡覺打鼻汗 他會口臭 美女都會 即是這樣說 你要調整 究竟你兩個人要的是什麼 還有兩個人一起走下去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因為有很多生活上 或者處理上的關口 他生不生仔 哪裏做不做事 哪裏做事 等等的事情 全部都是要談的事情 所以這些部分 是要花心的 那你怎樣去幫你的個案 去處理這些問題 去深入的問題 很多時候 我會叫他認清那些 那些 那些集合條件 即是他自己煩 我想試一般的 那些條件 一般是怎樣 通常我 一開始的時候 我叫他 list out 你的集合條件 就是要靚仔 或者要靚女 後傳聲才好 就是list out 那些大多 然後我跟他一起去 去review一下他的條件 即是 即是 我直接跟他說 好吧 你list out 然後 如果有這些條件的男士 會不會選你呢 你不如想想 那個男士 他的集合條件是怎樣 然後你又中了多少個項目呢 我會讓他們開始明白 其實你越多條件 你會淘汰自己 因為其實什麼叫matchering 例如我微修 例如我有10個項目 我找到條件有10個項目 然後男士 可能就有 然後你要大家的項目 是基本 對 其實你越微修越多 其實你越在淘汰自己 是 所以在這個課程 其實我主要是想 他們先放下條件 是 即是放下條件 即是理性一點 有些就說 不行 要有樓有車 我代表女生說 對 有些很關鍵的 有一個女士的客人 她跟我說 一定要男士173cm高 B size 3 170 對 我說你矮一點 不行 然後她又說 要男士一定有Degree 我問 那Asocate Degree 可以嗎 一定要Degree 她說不行 Degree代表了什麼 有學識 對 對 其實她們很多時候是一個無效的條件 是 做了一些無效的條件出來 是 因為別人或是平衡群組裡面 覺得她的東西 似乎好像有用 因為代表了一些東西 給王祖南 她真的喜歡你 你懂不喜歡 對吧 你想想想 她不是那個高度 但她的學識 她現在在內地市場的市場 哇 王祖南 你阿南不用怎樣做 對 我想背後的意思 可能會不會是 代表了一些東西 對 為什麼她們會不明白 或者為什麼她們會這樣做 其實就是一個教育問題 一開始 一開始 其實一個教育問題是 因為愛情變成了一個商品 是一個交易 嗯 亦都是說 因為以前 我演化生育 因為以前 女士瘋性動物 在山洞裡 是照顧和諧的 她是 相對被動 對 她是看哪個 熊性動物 有最多資源 有多少隻老虎 有多少隻鹿 有多少隻馬 現在演化出來 仍然停留了 但不是 唯有就是看你有多少資源 正在現實社會上 就是看你有多少錢 你有多少學歷 你有多少權力 你有多少權力 有多少能力 但是 這就只是這一層 然後 還有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 所謂的男女平等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所謂呢 男女一點都不明白 因為他們不是做到男女平等 他們是做到男女相同 嗯 男女平等其實是因為 女權主義冒起了 然後 要被男士尊重 但是 其實 我覺得一個項目是 應該我們做回我們的天職 就是男士做回男士的天職 就是出去賺錢和工作 就不要躲在家打機了 對 女士做回可能去照顧 維繫和諧 但是 什麼叫 男女平等呢 就是 大家共同的天職裏面 都會互相尊重 嗯 好了 女權主義出來的時候 她就總是說 我要男女平等 嗯 社會發展的趨勢就是 平等就是 我們要做到男女相同 嗯 就是女士要做男士的角色 是 因為我如果有事業的話 那我就會得到尊重 但是其實女士很慘 剛剛Amanda說的 那些衣服高女士 不是要塞在這裏 是啊 她的學力高 視乎她的能力又高 是啊 很明顯的自然修容 職力也高 是啊 那你怎麼改 是啊 這是很困難的 社會設定了 因為我身邊有些女士是衣服高的 情況就是 有些位置 可能未必好 想看一些再低一點的 這是最基本的 是啊 很多客人都是這樣 那你養不到我 是啊 很多客人都要用 如果你要只是說養的問題 那又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你所說 比她更厲害的 又會選擇那一層 是啊 那又 譬如你真的要很有真愛 你已經不是在說這些 但是問題是 你可能自己設定的條件 已經是這件事 已經很難處理 是啊 另一個問題就是說 可能當她很想要看一些真實的 價值觀 有很多男士可能又 未必有 又或者因為工作原因 其實她都有一些便質 或者可能已經沒有心機 類處理了 是啊 那因為你照顧一個小妹妹 是不需要那麼多理性上面 以及價值觀溝通的嘛 是啊 對不對 用心而已 那些你探望她很高興的嘛 但是你照顧一個三高的女士 她們跟你邏輯分析 然後還要去談 商量時間是比較多的 那有可能令到那些男士 未必直接選擇 那我估計 會不會在你的客戶上 有時他們 會不會放下這個問題 是的 很多很多 因為我很多客戶 都是像你所說的 三高的 即是三高人士 去到五十歲 都有來找我 我最高年齡的人 是六十四歲 來想我和她六十四歲 但是我很欣賞 男還是女 女士 因為我很欣賞 但是很棒 看不出六十四歲 即是看不出 因為她很正確 即是她 她還是很積極 即是想戀愛 她說她八年時間 用盡任何方法 去結識儀式 這個我真的想不到 這個題目的 但我覺得挺有趣 然後我就說 你用那些什麼方法 她現在來上課 你之前用那些什麼方法 她說登報紙徵婚 登報紙徵婚 這個很舊年齡 但最有 她的年齡是差不多 她的年齡是正常的 她的世界觀是這個 她相続這一下 但她試了之後 說我看那個電腦是怎麼樣 很有趣 她說原來登報徵婚 但是現在很多報紙 是沒有這樣的 OK 所以她們放廣告而已 不是的 她說有些報紙已經不給 做這些 不收聽廣告 所以她要找回 一些舊的 對 歷史又更舊的 好像是東方 或者不知什麼 然後她 大埔 他已經下來了 然後他說,原來你徵婚 登堡徵婚是要 對方回覆是要 書信的 不是留電話,我打給你 不會的,是書信來往 不知道是否有個 油箱 GPO模式 我想是那些 他跟我說,加俊,你猜一下 男士用什麼紙來回覆 是否寫書法那些 不是,如果這樣,我也覺得 有點文化 我覺得很有趣 不是,是撕那些日曆子 很厲害 然後他就說,我有創意 首先他家裡有日曆子撕 現在已經很少了 但因為你的客戶的稅數是這個 所以是 我覺得挺有趣 很有才 可能是有才 撕那些 日曆子應該 那個年代 可能你的朋友沒見過日曆子 但他有沒有看清楚日曆子 是不是有1963 那他真的存了比較久 你大約知道背景 或者你會用日曆子 大約知道他的背景 但是我欣賞他 因為他到現在 都繼續追尋他 現在成功了嗎 最近沒有怎樣聯絡 他會找到更多年紀 他會找到更多年紀 還是更多年紀 他之前有跟我說 他中間有拍過拖 都是差不多年紀 六十幾至七十歲 但是賽後檢討是什麼 遇到很多 壞人 是 因為他本身 財政上 都獨立大 是 他會認識到一些 可能純粹是 押押他的資格 因為現在 陣陣自己收到新聞 說到網路上 有些情編 都是性命中招 我簡直有一個 就真的有網 他都很重 因為我做一些個人 所以教練是會 所有WhatsApp都看完 他跟男生的所有對話 因為我會告訴你 其實 男生在想什麼 說一句話 或者你說的一句話 你會不會說得不好 有個女士 真的約我出來 讓我看完 他真的在網上 在網上 不知是交了App 然後認識了男生 所謂是ABC 然後 這些是很容易 什麼事啊 類似那些 說自己做生意 然後 很英俊 穿張照片 很英俊 最重要是穿張照片 沒見過 然後就 甜言蜜語 看完 其實全部都是那些 其實真的很寒 但他又真的受 女生很容易受 當他很乾淨的時候 就容易受 真的 他太空虛了 幾十年都沒有人 沒有什麼甜言蜜語 還聽過 沒有聽過 然後就 問他借錢 他其實很想借 不過他真的沒有錢 借錢 他說 借錢一百萬二百萬 他想借錢 但他沒有錢 原來真的 實實在在 就是不怕舊 而且 騙女生會比較容易 會不會呢 男生 其實 之前也有情片是女生 通常牽涉到 可能已經有性的關係 可能會比較容易 但女士未到網上 就已經哄到你給錢 對 真的厲害 男士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難 我不知道你們男士 是不是 你的女士 很漂亮 照片很漂亮 我不是幾十年都沒有聽過甜言蜜語 我不應該問蕭公子 因為蕭公子的程度太高了 是要給他自願 可能男和女這部份會有不同 女生可能真的說幾句 很容易騙到 因為剛才你說的牌面 是養 然後他的收入 或者他的工作 就是在紅性動物上 就是回到生動的年代 就是覺得他應該有力去保護自己 對 或者可能是凡些下一代 像是像樣的 對 就會容易就順利 再加上甜言蜜語 因為很多男生 倒過來 正正經經的那些 可能不太懂得說太多甜言蜜語 如果想想想 很多時候 就很容易進入那個狀態 就給錢 對 而且通常會不會有些 當然會說自己很慘 加上同理心 對 不是說自己做生意 不知道怎樣 然後又給一些海關 然後叫他回錢 對 女生再加上 都是報紙燈的橋段 很慌慌 但都會中 看看警術 怎麼做 但如果在你的個案 裡面 你都可以救到他們 離開了那些片段 對 那是比較容易搞的 我就直接 真是罵醒他們 其實你看回 不是說說 你看回自己 其實有沒有這麼大的 鴿蜜蜜 有沒有這麼一個充電 我直接說 因為我對我的客戶 是很直接的 但我相信 可能幫得比較多 可能真的 剛才我說 現在做得多的雙方 可能分居 離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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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有一大堆 那些 那些 我想剛才我說 可能幫他們 調查 自己的那些 所謂的雙手條件 因為他們經常覺得 剛才你說的緣分 就是緣分 就是緣分 有些人說 家長人 其實不要緊 我相信 有緣分 就是緣分 到就到 我一聽到 其實很生氣 為什麼你要把自己的幸福 放在緣分這兩個字呢 因為緣分其實是要 爭取的 你要走出街 你要爭取 他只是躲在家裡 跟我說 什麼聽收音機 陪伴著自己寂寞的晚上 這是女生來的 對 跟男生打電話沒有分別 我覺得聽收音機沒有問題 他好像很 收藏自己 然後等完份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你要出街 你也要有人接觸 你要偶遇 你也要遇到才會偶遇 就是很舊的橋段 你也要遇到 你也要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你聽收音機 很難 而且你去爭取之前 你才搞好自己 是 我有問他們 我做個例子 例如 我問他們 你覺得 諸葛亮的故事就是 留給找他 三活吐勞 你覺得 誰是誰貴人 留給是朱領貴人 還是朱領是留給貴人 我問他們 叫他們 其實我想說 你要諸葛亮 本身自己有條件 然後 人家才會敲到門 就是緣分 你等待緣分 都要宣傳一下 你也要自己 對 你要很正常 對 人家才會敲到門 對 例如文露 我不知道 你在街上的文露 會選別人的文露 正常都會選 對 我也會選 但其實很有趣 你不認識他 對 基本上 像樣子 一是居民 一是像一個正常人 對 你不會找一個 可能 這樣走爛 你會怕他老點你 但我們很有趣 我們會這樣 Jorge問路的時候 會這樣 即是說 其實如果你是 很正常的 很耐心 收藏自己 別人是不會問你路 就是別人不會敲到門 原來是不會到的 所以我的課程 是集中說 你怎樣去建立信心 對 對 然後 將他們的所謂條件 收拾好 然後 其實 你開放了自己 那些機會 就會來 就會來 所以我想 核心 我是說這些 幫他們 也有些成功例子 就是開放了 然後 嘗試搭出門口 然後 有些人結婚 又結婚 又拍拖 對 很重要 因為剛才你說 其中一件事 挺重要 就是他要先弄好自己 對 對 因為我有時跟朋友說 你說你是甚麼磁石 就貼甚麼人過來 硬是怎樣 貼極都是那些壞人 或者貼極都是那些 負心看等等 你又要去看看 你自己是否有這些東西 為何你硬是會吸收那些東西出來 那變了 我想首先 就算未找到另一半 他自己都應該好些 可能有些價值觀 因為我也真的 有些女朋友 可能她的性格 是比較 特別一些 有些事情 可能男士會害怕 但她的樣子是很女生的 怕人的形容 是怕的 也有的 我也有個客人是害怕的 對 我經常說 商品說明條例應該會告你 她的樣子是很女性的 OK 但她在男人爆炸 OK 你知不知道男人爆炸 基本上她可以很獨立 都不得了 獨立 男生的落差會很大 但問題是 她能夠認識到這件事 她首先要調整自己 當然現在好結果就是找到一個 實在的 女人是假裝笨 當然是要的 這個很重要 但要裝成什麼 是要徹徹底底 另一半是完全相信的 很遲的 即是說要重視自己 我覺得很適合 因為 因為 如果在心理學 或者在心心靈 或者在宗教 我發覺最後其實 都是大同 我們很多時候 不斷有問題 就是向外尋 但最後其實 要向外尋 例如 好像有些女生 我的客人 那些男朋友 她說 她不斷說男朋友很壞 怎樣壞格 有什麼缺點 但她說 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 我真的無法抖 其實當中 如果你說在心心靈方面 很靈性 就是法律的 因為你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就會吸引這些人 第二 如果你在心理學的角度 我們叫法律 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會喜歡找一些 跟自己相似的人 這個我們是以前的 如果我們有這些缺點的時候 我們會喜歡找一些 有同樣的缺點的人 是會這樣 會被他們吸引著 另外一個 就是 我們叫做 未完成事件 即是 原行心靈裡面 就說到 例如我們爸爸媽媽有的缺點 我們會 我們很想改變爸爸媽媽 但我們改變不了 因為我們窮一生都改變不了 我們會刻意找一個伴侶 有爸爸媽媽的缺點 我們想透過改變伴侶的缺點 完成了 我們改變爸爸媽媽 所以其實 很多時候就是 向內尋回 例如有些個案 可能我真的會用到催眠 可能會看回他們的原生家庭 爸爸媽媽 因為有個個案 有個女生 她是在公司提供給我 公司其實是怎樣做生意呢 其實你報名給錢 我就說Wing today 又不包生仔 其實很骯髒的 不是 我只是看到的 對 我只是收了錢 對嗎 連個老闆都跟我說 這個女士 我不做生意 當然不行 我真的不做生意 原因是什麼 她給了錢 加入了 Wing做了幾個 然後她想再加入 都已經說我不做 然後她說 我提供給你 你搞一搞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扯到白 扯到白 什麼叫扯到白 不是 她整個生活 為什麼呢 因為我接了個人訊息的時候 她的個案是 她WhatsApp人 是 爆發的 洗版 幾分鐘一個 下主動的 洗版 她有強迫症 對 你不回覆 她就會問你為什麼不回覆 她會看著你 強迫症的行為 對 她24時看著你 她看了雙手 然後問你為什麼明明看了 又不 以讀不回的 這些男生很害怕 她真的很害怕 她真的很害怕 她有問過 她說 因為她能扯到我 連我都害怕 因為她都瘋 然後呢 因為我真的沒有空 我就不會回覆 對 正常 但是她會打電話來 即是我不回覆就打電話 你為什麼不回覆我 你為什麼不打電話 對 對 她已經很沒有安全感 那個問題 導致她沒有朋友 因為連朋友都扯到別人 對 她沒有朋友 然後 然後她 多少歲 三十 三十 我大不大嗎? 不小 又喜歡一個男生 然後又娶爆了那個男生 然後你找到 然後 娶爆了你 對 然後 幫她做一些個人訓練 其中包括一些催眠 就看回原生家庭 原來她小時候 為什麼有些東西 因為她好像是單身家庭 即是跟媽媽和爺爺 類似的 那她一放學 即是在外面的過程 看回 一放學 就被媽媽搶 喂 換校服啦 洗手啦 撿雪包啦 拿功課 她說全部 即是在外面的過程 她完全感受回那件事 她就因為被搶爆了 嗯 因為有兩個行為 一個行為是完全極度避免的 但是她就承接了 繼續再把她發揚關懷 對 因為影響了 然後她就會變成這樣 世界觀 有時候其實 可能做一些教訓 或者有時候可能需要這些 幫幫她 她 會明白了一個原因在哪裏 是 那她就會很容易改善到 首先不是放一個感情 是說的是她的人 是啊 我想她第一件事 她的精神狀態裡面 不停這樣出現 因為她自己也沒有什麼正確的事情 二來的朋友都沒有 都不要說男女關係 應該幫到她自己處理了 她這麼久以來 因為我相信影響職場工作上 對啊 她經常都轉工 沒錯 因為沒有一個同事 沒有一個老闆 沒有一個VS Group 是喜歡這樣的 起碼令到她的人生 正常一點 她起碼先享受自己 但她30歲才發生這些問題 是啊 不是不出奇 真的 真的不出奇 因為沒有人會告訴她 只是什麼 我沒有心情時間 就怕了你 離開 OK 一邊人這麼大安心 怕了她 你想想收她的錢也怕了她 幫我收錢 所以很正常 我想你的工作裡面 首先 你已經去到那個階段 已經不是一個關係部分 你起碼令到每一個找你的人 他自己也要解釋自己 通知了 有時候想說好像是天線 你收些什麼 起碼你也要調整對 你自己也要調整 那你這些東西 真的會祖福人群 真的會 呃 呃 偉賴是這麼說的 偉賴是幫人幫自己 那事實上是 就是幫人幫自己 就像日本 你起碼令到一群男 再出街 不要再 就不用人物滅絕 因為問題是 這個是可能技術上的問題 有時候 我喜歡看科學研究 其實在某程度上 你吸引異性 最原始 最瘦性的 是用味道去檢查 就是你去聞它 因為 之前有看過一個研究 很有趣的 就是找一個男士 就找幾位女士 穿T恤了兩天 連他有一股汗味 然後他又聞 他完全是 叫做 蒙眼 他不會知道 聞 他覺得哪一種的味道 最吸引它 什麼吸引 汗味 沒那麼討厭 他就排了次序 然後去檢查 再檢查他們的基因 其實 沒有那麼不喜歡 就是喜歡一點 那個跟他的基因 那個分別 就是相同性是最少的 是 因為正常 人類是需要繁衍的 你的基因越遲 就會出現了 K胎多 所以 其實氣味 都已經找到 但現在是不出街 你已經不要撞 你聞了機會都沒有 因為你有那種 废門 你出來 你才可以叫做 真的有興趣 你不要說得那麼高常力 興趣 都要有 因為有些 你都需要 純粹是繁衍的 他們都沒有這個機會 變成 我想出街 或者可能 想一個 要令到他們 有這個能力 出街 要靠你們的教育才行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一般的 電腦 或者商品 是教你不出街 因為你要消費 或者你要看影片 等等的事情 那這些 教育部分 其實你接下來的時間 會不會特別地 可能幫 女性應該多出街 是男性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否 如果在matchering公司 他們就要快嬰 兩三個小時 生意上 是 他就叫我做些課程 是 因為女性 要出去 約會男性 就是他們互相約會 可能女性出街 對 然後他就要我教很實際的技巧 就是 純粹兩三個小時 怎樣跟男士溝通 教男生怎樣跟女士溝通 可以令到第一印象好一點 然後再這樣 會有這些 我近時 剛開始教男生的時候 例如我十幾個小時 完略 一到課後就馬上去滾他們 就帶他們去滾他們 你當時是一條龍 對 因為你學了一些東西 那你要做出來 你要實戰 對 但我現在已經沒有做這件事了 進化了 因為我已婚了 如果已婚 你下速度旅行 那些人會覺得你在這裡 搞搞震 對 對 以婚的狀態 和你拍拖的狀態 真的可能會 那些事情會不同 那時候帶他們下去 那時候很有趣 帶男生去 那時候香港很多速度旅行 我都去過 帶男生去 其實我覺得女士很慘 我奉勸女士 其實我自己覺得速度旅行 挺參差的 那些桌子 它有兩種風格 你們先說男還是女參差 不是 兩個風格 我去過很多 有些是自由風格 就是 可能包了一個公園 然後有一個公園 你就開心 最常見出現會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柱男 什麼叫柱男 就是一輪柱這樣站在那裡 完全不懂得給反應 幾個男生排在一邊 然後反而他們自己 男生在這裏交友 在那裡聊天 那些女生就很沒趣 那些男生 是不是穿格仔衣服 那些 對 好像我那些 你們買 你認很多 通常是不行的 對 就一排這樣 我就看到很有趣 一排這樣站在那裡 Table for食線茶 就是 對著坐六個 對著坐 然後六分鐘後 起床 就轉 女士就一直坐在那裡 男士就轉 就很慘了 我看到 我帶了那些學生去 是慘什麼呢 哇 那些女士是被人輪 著問三個問題 蛤 現在那些男士呢 那些男士呢 那些男士一坐下就這樣 你好啊 我加了信 咦 你做什麼的 你平時喜歡玩什麼 Crasher Neer 你住什麼的 就是那些三個問題 你住哪裡 然後就 問完這三個 然後對方又說一下 女士在這裡說多一點 應該衝斥了六分鐘 然後就 又說一下 但她被人輪得久的話 那些女士就很慘了 因為 一坐下六分鐘後 又是那些東西 又是那些東西 是 就是我覺得很慘 是 是 為什麼 好像現在 為什麼沒有話題 是 然後我問了很多女士 都說 那些男士沒有話題 不是 因為那些樹男是沒有生活的 你沒有生活 又有什麼話題 大哥 然後她問我 為什麼 有些女士問我 為什麼那些男士 喜歡問那三個問題 因為 沒有人問 那三個話題 她以為是 最容易打開話題 最容易可以 但是就很慘 有興趣的那些 就不用坐 我看過一個男士 我那時候在說話題 有一個男士 其實本身的設定問題 那些女士就圍著坐 男士就站在那裡 然後男士就會跟女士聊天的時候 就 例如你坐在那裡 男士就要站過來 這樣 那個設定的問題 OK 然後一個男士就問他 問那個女士說 你平時喜歡玩什麼 就是這樣 然後那個女士說 呃 逛街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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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男士說 靜態一點 然後那個女士說 呃 看書 然後那個男士說 那動態一點 然後 我坐在旁邊聽 然後那個女士已經不想看 然後那個男士就走了 那個男士就走了 然後我就發覺 哇 這個落差真的很大 是啊 其實 我其實覺得 就是哄人說話都不懂 是啊 就是 就是引起話題都不懂 我覺得這個商品的 話題終結者 是的 Terminator 哈哈 哈哈 因為我試過做一個男 很多年前做一個男的 個人教育 大概三十歲 是 外國留學 在銀行做 IT 很多地方有IT IT 然後呢 還沒有WhatsApp 我記得是只有Facebook 他說在Facebook裡面 約一個女士 約了三個月 都認不出來 他說究竟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說 你讓我看看歷史 一看我就說 哇 就是 就是 話題就行了 因為我叫做什麼 我叫他說 你用了3QKO法 什麼3QKO法 他就是Racebook 他自己在這裡做一個Statement 他跟女生說 我今天 做一個十年沒見的朋友 OK 那女士 我怎樣回應呢 其實溝通是有技巧 我們如果用Statement去Racebook 通常我們 對話開始都是問問題 OK 他說一句 那個女生也無法接觸 那時候ICQ年代就是 沒有檢查 那女生就回答OIC 那女生回答OIC的時候 那男生就 糟了 他回答OIC 我怎樣回應呢 他就自己閉嘴了 可能自己隨便說一句 不回答 然後就閉嘴 來來去 全部都說3Q 就是3QKO了 然後我說 如果我是個女生 我當然不出來 如果出來吃飯兩個小時 你不斷讓我 不斷讓你這樣 這麼沒趣 其實我覺得很多男生 都是這樣 有這個問題 這麼大件事 對 很多女生 你見到我的樣子 那就很可惜不平衡 光顧你的七成是女士 對 但問題就是男士 對 其實這也是 男士的溝通能力 會不會是因為 因為已經說了一個詞 草食男 不要說不吃的 草食男 他行出來已經算是很大的突破 對 所以就是草食 他讓你看到他的處理 我已經不算 絕食 我不算絕食那班 絕食那班 你找不到的 草食 會不會其實是 因為市道上 女生的女團主義多了 做事又厲害了 所有事情 令那班男士 可能在成長過程中 少了男士氣概等等的事情 就變弱了 變了就沒有了 因為譬如一般以前那些 很厲害的男士 他理得你 這樣你也要聽的 那種威武 或者是大男人主義 現在就相對變了 小男人多了 因為沒有信心 對 變成那些問題 就不會再接 或者是 都不知道什麼 最後什麼 不說 慣了就 慣了閉嘴 專家剛剛說過 教育問題 會不會真的 是教育問題 其實是 你留意到中學以前 那些兒子 喝了一零 拋不掉你的 對 你可以怎樣 整件事是自然的 現在那些很乖乖的 教育制度 我覺得那個教育問題 其實如果你說中學生 我覺得通識教育裡面 如果可以安排一些情商 好像已經有人際關係 其實真的是戀愛課 沒有戀愛課 人際關係 大學是有戀愛課的 大學是有戀愛課的 大學是有的 其實很遲 是中學的問題 其實是因為 中學 交易的小學 沒有問題 說真的沒有問題 就來到情侶之專家可以說清楚 一件事 外國很不同的 二十四 那些小朋友 要送花 要送主題 自小就要學 小學 所以我說溝通 因為剛才你說的 你純粹跟異性 我沒有說最累 就是異性溝通 你說他說話幾乎 你三個 那是溝通的問題 已經不要說 拍不拍拖 你已經沒有機會 所以你越小 習慣了 你連送給禮物 給別人都不夠膽 對 或者說很簡單 因為我的朋友 他們很小 給一些放任小朋友 可能是叫食物 叫他們開聲 跟姐姐說要什麼 是有朋友 很小的小孩 但一些 可能說 社會比較多 就是父母招呼他們 他們不用說話 變成 起碼他跟別人 習慣了 起碼他會了解人 究竟有什麼反應 就不會自己 就已經3Q了 對 自然自語 對 自然自語 對 教育制度 我是看著他 教育制度 因為那時候說 中學三不英談論 我去洗你腦 然後到大學 可能那個年代 都還沒那麼開放 說有戀愛過 然後到出來 爸爸問了 可能催催女兒 你什麼時候拍拖 然後 不要拍拖 然後又催你結婚 大學之前就不應該拍拖 一出來就立刻就要拍拖 最近有一篇神文出門 很嚴重 有些人罷了 不是 有些人罷了 有些人罷了 有些人寫文 罷了父母 中學的時候 你又不讓我拍拖 大學的時候 你又問到什麼時候結婚 你想要怎樣 我形容是名字 像在動物園的動物圈 圈養了那麼多年 圈養 在學校圈養完後 突然扔到野外 你應該要生孩子 怎樣 我還未搞定 我要生存 然後忽然間 可能就是這樣 落差大了 因為她沒有機會接觸儀性 也不知道怎樣跟儀性相處 所以一出來就要這樣 還有現在男士有兩類 剛才一類就是前主那類 第二類就是 都真的Smart 即是OK 溝通好 但現在女士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們的選擇太多了 男孩太多 男士較為Smart 你懂得說話 就已經有很多選擇了 拍拖不難 所以女士都在面對這個問題 還有有些女士會面對什麼 拍拖才出事 因為有很多 遇到一些高分低能 或者情境Handicard 即是她很厲害的 即所有對外的事情 做事很厲害 但是記住做事還做事 情感上是兩件事 拍拖 不掛勾 即是類似 例如大家近一陣子看 新的總統和舊的總統 怎樣對她的老婆的好小動作 應該知道 即作為一個女性 當然希望自己的男伴 判自己 就不是扔下自己走出來 跟尾那隻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某程度上 是要處理的 也可能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教育得好的 他已經有成就 所有條件好 他再懂得哄老婆 或者跟女性 我想 兩性關係 或者是婚禁關係 就會更加圓滿 或者是自然一點 可能做事很厲害 但其實很多家庭關係 出現了 那就是婚禁階段 那一個部分 那又要教育 我覺得女士 現在 我覺得他們要學的東西 我經常都說女士學的東西 就是 學習如何主動地吸引男士主動 很圓 那些草成男士都是一顆柱子 很圓 因為現在 你說這麼多的男士 這麼不主動 因為他們不主動 因為其實很多男士 沒有信心 他們會想 那個女士這樣 是不是喜歡我呢 是不是喜歡我呢 然後 相對女士 我也遇到很多女士 就說 你幫我看看 分析一下 其實那個男士 是不是喜歡我呢 他們就 很敏感 互相這樣想 然後又不行 其實你所謂的緣分 很難合適 現在很多男士都是這樣 其實女士要學的就是 你主動地令到她主動 但這個是一個很困難的課題 你這個課題是什麼呢 就是 為什麼會這麼圓 是因為他們有一個枷鎖 那個矜持 如果主動一點 如果主動一點 那個角色定型 是主動的 女士主動就不太好 但剛才說的是 主動令到她主動 所以問題就是 定型保持矜持 其實是的 可以用一些比較軟的技巧 例如 我可能會說 你對男士真的有意思的話 其實你可以多嘗試 去抵辯自己 或者我的家庭 或者我的朋友 那些男士就會有趣 我經常都說 現在要不停為男士加油 即是你要加加油 加滿有才會動的 可能你 你無緣無故跟我說 你家裡是什麼人 那男士就會說 為什麼你會跟我說 為什麼這麼敏感 男士就會想 你這樣跟我說 是不是對我有意思呢 即是 男士可能會這樣想 我覺得女士 可能要用多些 釋放多些興趣提示 令到男士加滿有 那他就會 會行動 我覺得女士要 要放低一點點 所謂的矜持 一來 那些儲男 都依然是儲 對 還有我不知道 我聽說 我回到生物性 其實正常男 是有需要的女士 女是需要的男士 為什麼好像 這麼敏感 或者有些事情 為什麼會去到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這麼複雜 你們喜歡喜歡 或者吸引就吸引 因為好像是天性 天性 是天性 是 我還沒入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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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覺得男士會拍拖 是 我剛進行的時候 居然有些 例如29、30歲 和我還沒拍拖 我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我那時候有些 有些覺得很驚訝 因為你是天性 你去找你一半 追尋頂半 但現在社會的趨勢 是會這樣 因為剛才說動物園 近時動物園都咬死人 你放進去 動物天性 便會咬你 是不是 很正常 現在去到的情況 我不知道 因為之前 我們有討論 之前研究 老鼠烏托邦 說的是 當這個 他會縮到角落 是的 地球去到差不多 已經擠得太滿的時間 人就開始變種了 變種了 就是 說的是 就是窄 因為不需要繁衍下一代 就睡覺了 老鼠的行為就是這樣 我就在那裡害怕 就是 那些處男人 就是那些不動的老鼠 現在不需要繁衍下一代 因為人群太多了 他面對不到競爭 他面對不到壓力 是的 應該是打鬥的 已經過了 那件事 爭什麼呢 不爭 這麼多女人在那裡 還要是太過肉食女 他會這樣 這麼主動 很害怕 會嚇到 然後就不動了 我真的要問你們 是否這樣 會嚇到 很害怕 最後 其實可能 我個人認為 男士 高比分 都是溝通問題 其實我們近時 經常要對話 現在 其實 真正面對面對話 其實是很高的技巧 因為我要給你即時反應 是的 要給你即時反應 是的 還有 你還有表情呢 身體語言 還有聲氣 聲線 很多東西 你自從WhatsApp之後 其實你發這句話 很冷 很笑的 很冷 還有我可以不用回覆 我想一下 我可能隔一小時 想一下如何回覆你 為之好 但你即場 那種技巧 你是應該 你那時候 用來鍛鍊了出來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中學還沒搞定 的話 你以後都很難搞 是的 還有現在 有些家庭 家庭已經是小的 即是說的是一個 即是人與人之家庭 沒有什麼互動 還有他們的互動是要去吸房子的 是被安排的 就不是自然那種 所以現在有一個問題 雖然Table for Sex那些 都是被安排 但當你放他出來自然溝通 你叫什麼名字 第二條 你做什麼 即是他不懂得自然那種溝通 變成是一個要跟隨法律 沒有了一個自然發展的部分 即是你考時就跟標準答案一樣 是的 即是創意就被人打 即是 即是現在的小朋友 因為你小時候 什麼都不能做 是的 所以這個我想 你怎麼可以養成這種反應 也很難 是的 現在很難 問題是你的處理方法 問題是你的處理方法 就是調轉處男 就不用管他 有了他死 就教女士 可能聰明一點 通過女士 去把處男 是的 或者可能由女士去 那位女士辛苦了 是的 我想今天很開心 家俊雷說了愛情教練 在他的立場裡面 首先就是教男士 其實女士也有關係的 但去到所有事情 根本都是溝通 即是最基本人的溝通 即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不要再用手機 不要再打機 其實現在的社會法治 很難不用 是不用的 只不過是不要因為這個原因 而不去鍛鍊自己 最基本人的溝通能力 嗯 這個我想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就是自己差不多了 好 還有很多話說 是的 情人節 大家不要這麼沮喪 是的 情人節是一個很好的日子 就是給大家一個 借口 主動一點 是的 很重要的是什麼 女士 放下矜持的方法 就是做主動 令到她的男士主動回到她 但怎麼又不要嚇壞人 這個真的請教專家 這個我們開第二集 OK 這個問題 但已經過了情人節 很嚴重 沒有所謂的 其實在任何情況之下 如果真正的情人 任何每一天都是情人節 OK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謝謝 謝謝 我們下午時內 聊不完 好 再見 再見 拜拜